慈忌广播25年了 而5年前开始转型成网路电台 换句话说除了一般的广播电台 可以听到慈忌的广播节目之外 现在24小时网路上也可以收听 甚至还可以重复来进行下载 这也连结了除了台湾之外的 全世界各地的听友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在美国的听友是怎么样利用网路收听下载 稍露成光地片还互相传递 来一解思乡之情 从城市到乡村 从radio到internet 真心看世界 美国慈忌之工赵伟明 每周三都要从住家 也就是洛杉矶东边的一个沙漠小镇去做职工 在至少一个小时的车程中 他收听慈忌广播的节目录音 其中除了正言法师的开示内容之外 他也喜欢听台湾之工的经验分享 有的时候也听到说那些医院的医师 他们还去做居家关怀清洁 真的很佩服他们 赵伟明擅长煮素食料理 而跟他一样 长期收听慈忌广播的也大有人在 CD也好 或者是说卡带什么都有 我到现在还有 我碰到有的外面的会众 他有一些像他心情不好 我们就会跟他结缘 至于慈忌志工彼此流通的广播光碟片 则是来自于这位志工陈清旺 这个都是有人流通过的 你看有刮过了 有刮过了他们已经听过了 然后又拿回来 然后他们一直流通流通流通这个样子 欢迎来到我们今次天第一宽的单元 今天邀请到 加注美国东洛杉矶的慈忌之工正纯卷 也是透过陈清旺拿到光碟片之后 开始收听慈忌广播 现在他则是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并且进入视讯聊天室 与全球听友分享 透过视讯聊天室 让身处全球各地的广播听友得以交流 在大陆河北念书的赵子亮 因为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而开始使用环保餐具 另外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 也都有大爱网路电台的听友 他们在空中相遇 也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感谢观看